在维修线路板的时候 经常碰到色环电阻烧化 无法确定电阻组织的这种情况 像这种 这种 还有这种 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办呢 大家好 我是光头吉田 电阻烧化来 可不能随意更换 特别是有一些比较重要的电阻 比如电流取样电阻 它组织的大小 就整个电路起着一个至关重要的 像这个开放电源的 这颗0.2mm的取样电阻 给大家分享一个方法 像是碰到电阻烧化 而不能确定它的组织的时候 大家可以用这个方法 去分歧和确定电阻的组织 这个方法是很管用的 它帮助修复了很多电路 大家看 这个电阻它一端连接 厂商业管的原级 另一端从这里下来 接到绿部电流的副级 也就是D 大家看 我给这个开放电源通电 它输入电源是24V 正常 现在我把这个取样电阻 断开一个角 模拟它开路的情况 也就是把它烧坏了 烧断了 我们再进行上电测试 通电 只是等点亮 用万一表测量它的输出电压 再经过 站短的跳动之后 稳定达24V 好 我想带一个展示式 让它带一个24V的小灯泡 然后再看它的输出电压 大家看 当灯泡接上去一瞬间 万一表显示的电压急剧下降 然后开光电影的输出端的 这个指示灯就熄灭 也就是说它根本就不能大载 准备一个机密的电位器 它的组织根据我们实际情况 如果是电流取消电阻 这个电位器的组织小一点就越好 不然大家可以选大一点 我这个是100欧米的 然后再找一到两颗电阻 这颗电阻的组织可以小一点 我这里选两颗0.1欧米的电阻 大家看0.1欧米 然后这个机密电位器 也可以0.1欧米0.1欧米的调节 然后把这个电阻和这个电位器 串起来接在原来的这个电阻的位置 也就是说让这个电位器 替代原来这个烧化的电阻 而在这个电位器两端 接一个电阻的作用呢 就是其保护作用的 防止我们后面在调节的时候 电位器调的最小的时候 会造成电路当中短路的这种情况 再让它的输出端接个灯泡做负载 大家看 这三个电阻都是串连的 只是有两个固定电阻 有一个电位器 通电 灯泡一闪一闪的 然后我再调节电位器 当这个电位器调到一定组织的时候 这个负载灯泡不再闪烁了 而是常亮了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测量这个电位器的组织 然后再根据它串连的这个电阻 它的总组织 就可以确定 这个线流电阻它组织的大小 当然 这只是一种方法 因为我这个灯泡啊 这个负载它的电流比较小 所以 这个电流取样电阻 它的组织可能会比较大 我们在实际操作的时候 假设我这个开口电源 它输出最大电流是3 3A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开口电源 带一个工作电流是3A的一个负载 这样才能精确的 确定它的电流取样电阻是多大 现在灯泡不闪烁了 我们测一下它的输出电源有没有降低 24.17V 和我们刚刚开始测的时候 控制电源是一样的 现在 我这个电阻是0.1A 这个电阻是0.1A 我现在直接把这个电位器上面的组织 测量一下 然后把这三个电阻的组织加起来 就可以得出这个电流取样电阻的组织的大小 我们三颗一起测也一样的 大家看啊 像测量的组织是1.1A 前面给大家看过 实际上它这个电阻是0.2A 是因为用来做负载的这个灯泡 它的电流比较小 所以才导致它的电流取样电阻测的值比较大 这个开口电源它最大的输出电流是3A 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3A的负载 来做准确测试 这种方法不只是限于需要开口电源 包括大家在维修家电的时候 包括它上面的热敏电阻 也就是温度传感器 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去确定 好的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加关注更多学习更多的电子技术 谢谢大家